连续5年缺席客栈约基奇,恩彼得遭绝金队球迷狂虚和嘲讽,却竖耳朵聆听回应。 NBA常规赛,绝金队在主场战胜76人队。 乔儿恩彼得因赛前热身出现膝盖不适,再次缺席客栈尼古拉约基奇, 要知道这是恩彼得连续5年缺席客场对阵绝金队的比赛,这在联盟533名球员中是最长的。 对于恩彼得的缺席,绝金队球迷不买仗,他们在比赛中高喊恩彼得在哪里以示嘲讽。 甚至有球迷再次拿出恩彼得的寻人启示,嘲讽力度拉满。 不仅如此,绝金队球迷还对恩彼得独狂发出响亮的虚声,不过恩彼得不以为意,反而做出竖起耳朵聆听的动作回应。 虽然恩彼得赛后与约基奇拥抱质疑,两人交谈甚欢,但绝金队主帅迈克马龙却对恩彼得缺席比赛耿耿于怀,他表示对此有点失望,不过很幸运能赢球,甚至直言期待联盟调查恩彼得可以出战到突然缺席的情况,毕竟这让人感到不快。